为了让更多低收入群体免费考获摩托驾照 交通部预告将在明年裁案 要求将我的B2驾照优惠计划拨款 从今年的270万令吉提高到1000万令吉 以协助超过3万名B40被警国人考取驾照 陆兆福在槟城佛罗山被出席摩托驾照 移交以事实指出 这项举措是为了提高民众 尤其是年轻人安全驾驶的意识 这也是当局减少车祸死亡率的举措之一 交长也指出 透过我的B2计划 获得免费摩托驾照的低收入群体 也能够从事零工经济 提升家庭收入 尽能改善一户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 政府是在2023年裁案 拨出270万令吉 承担9000名贫穷国人考取摩托驾照的费用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